NEO 了世紀 貼貼榮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 YO 跟肥龍的練習賽 來看一下他們在 自己施約練習這場比賽地圖的情況 來看一下YO這邊是選擇了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海戰的優勢 是有這個 奴炮戰船 戰艦 這個多一發的效果 這邊肥龍開局 一分鐘就在按棒棒 這是哪招呢 那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地形非常特別 可以看到有些村民在這邊種田 這裡直播還沒有上的關係 哥德這邊直接拉著村民過來 哥德人優勢呢 一開始直播技術 可以馬上研發 哇這裡抓掉了一村 YO這邊開局-1 這個鱷魚還在追 好 YO在控這隻野馬 好 老人要咬死村民了 鱷魚直接開啟 開飯了開飯了 好 那這張地圖呢 中間是有非常多的大魚 還有這個小魚 吃完的話也有一兩千的肉類 所以前面這個爭奪肉的時候也是蠻重要的 好這兩隻槍斌 硬搓把這個棒棒給搓了回去 現在搓搓的傷害是3點 棒棒一開始防護力是只有0點的 所以怎麼搓都是3滴血 搓久了還是會痛啊 跟村民傷害是一樣的 好這裡又按了一隻棒棒 那肥龍這邊呢 為什麼不按棒棒 是因為亞美尼亞人 他可以騎前一個時代 使用這個槍斌喔 那看來這場比賽是YO跟肥龍 想要試試看到底是哥德人 在這張地圖前期的表現更好 還是亞美尼亞人 黑暗時代的槍斌的表現更好 那可以看到應該是這樣的感覺喔 OK 那槍斌的血量是45滴血 那棒棒血量其實比較少 只有40滴血而已 所以肥龍這邊 哥德打棒棒 亞美尼亞人打槍斌 這個對局相當有趣喔 OK 那現在沒有馬的優勢的肥龍 有點尷尬 剛剛馬被戳死了 好 現在家裡旁邊還有個金字塔 金字塔很大一個 那肥龍家裡有一個金字塔 哥德人前期的肉類折扣 步兵的部分也是蠻多的 但目前看起來 哥德人這邊最大問題還是要去挖黃金喔 沒有挖黃金就不能按棒棒喔 所以前期即使開局按了一些棒棒去騷擾 還是可能沒有辦法比得過 有YO的槍斌優勢 所以只要木頭跟肉就可以產出這個 好但是YO按槍斌按道斷村 這有點虧 而且槍斌還有個缺點 是這個攻擊速度比較慢 攻擊間隔的給到傷害比較少一點 好 棒棒的攻擊速度之快 必退回去 這邊開始在撈雨了 好 跑去追這個漁船嗎 好 肥龍這裡是沒有補漁船的喔 這裡又開棒 開了兩隻搓 這個槍斌的頭 兩個槍斌的頭也被打爆了 現在YO按出更多的槍斌 這場實驗 的結果 蠻值得一看的 好 那現在魚繼續補 既然魚群 這裡補魚補得很開心 但是肥龍有點想追又不太想追 因為根本追不到這個漁船 這漁船速度很快的 別追就浪費時間而已 但不追又不行 這個補魚補得太爽了 好村民直接拉過來打 笑死 村民補 扁魚船 這是什麼 奇怪的畫面 好這張槍斌有五隻 好棒棒現在有四隻的數量 沒有再繼續按了嗎 有有再繼續按 好棒棒這裡成功打到幾下 但是魚船跑得很快 打到了一下 好拉個幾隻棒棒去抓魚船 好 但是這個肉收回來了 魚船開心補魚去 這邊是努力撈魚當中 棒棒過來敲一敲 槍斌血量掉很快 這麼打起來槍斌會輸 棒棒攻擊速度還是優勢啊 哇棒棒太強了 而且多這一點傷害就差蠻多的 好 好 OK繼續打繼續打 兩邊黑暗時代到底要打多久呢 誰都不想要輸給對方的兵力 好但是這裡肥龍終於抓到了歪歐的魚船 順利的打掉了 一艘 好拉了村民過來要修理嗎 修理一下魚船如何 沒有拉村民過來是為了來撈魚 而不是為了來修船 好船拉到了後面 並沒有來補魚 好右邊的兩隻 欸這個鱷魚追這個棒棒追的好啊 搞定了 鱷魚跑的比較快 四條鎚怎麼怎麼會跑輸兩條鎚呢 OK那現在 這個聰明直接集火秒掉 棒棒打得很好 現在兩邊的棒棒 槍斌跟棒棒的數量差不多 八隻打九隻 棒棒的數量列四 好槍斌數量列四 棒棒現在打出了優勢來 好繼續輸出 棒棒繼續敲 直接敲爆了亞美尼亞人的槍斌 完蛋了歪歐 現在槍斌打不出優勢來了 好前面要因為這個關係斷肉了 打不贏了 這一波肥龍 棒棒出了這麼多隻 OK那這裡 這裡是要拉大象嗎 怎麼拉到兩頭飛中獅子 趕快人多好辦事 去拔獅子的中毛 找回丟室的頭髮吧 搞定了 獅子拿下了 好啊現在 六隻棒棒繼續敲這個碼頭 碼頭真的是越敲 誰就掉的越快啊 現在已經降了六百多滴了 好槍斌還在補 敢不敢上封劍時代 轉攻兵了吧 好野外這邊 亞美尼亞人 有這個打獵優勢 拉了五隻村民去外面吃大象 相當的舒服 OK肥龍現在棒棒補到了11隻之後 兩邊不約而同的點下了封劍時代 好但是這裡槍斌居然有機會戳到 吃大象村民 但是直接被村民的一個超派鐵拳給扁了回去 那個歪歐 槍斌的騷擾 還是有限 但是要戳掉一村是沒問題的 OK拿下一村之後 四隻放槍斌只剩下一隻 有血量 三隻都殘掉了 好但是肥龍也不甘失落 直接手吃你家的建築物 讓你卡人口 喔 你瞧 但是這邊吃到了城鎮中心的傷害 虧了虧了 好中間又在B2R回來 OK一上去封堅 直接升級裝甲步兵 飛龍這邊也在找 你的補大象村民在哪 哎呦找到了找到了 看到就跑 歪歐跑的是很快的哈 好這邊先點了一個火戰船 想要控制中間的海域 你在哪裡補的 哇上面這邊在偷補魚啊 太狠了歪歐 OK雙甲步兵現在是完全打不贏 槍斌雖然也可以升級 但是升級不一定會贏 畢竟人家是裝甲步兵了 好肥龍直接升城堡 哇哦這邊也是一個黑跳城 兩邊都是黑跳城的一個流程 好裝甲繼續追 把這個挖金礦村民給逼走 好海戰這裡也補了一個碼頭 飛龍這邊也要轉火戰船嗎 哎轉出來的東西卻是赤猴騎兵 轉這個赤猴騎兵 應該還是要走洛馬路線 騷擾比較有優勢 好這邊再射掉兩頭野駱駝 塞駱駝 這個駱駝可以吃掉了 旁邊都點下了一擊伐木 亞美尼亞人 開始有這個伐木優勢的效率了 好那這個橄欖樹 可以維持一陣子的木量 他的木頭量是400 所以可以在這邊一直伐木一直爽 但是到了中後期 還是要到右邊這裡 還有左邊這個地區 去把這個木頭量給拉起來才行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20分鐘 現在兩邊走的都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肥龍並沒有繼續走步兵 只有身上裝甲步兵之後 並沒有轉這個雙手劍兵 Wild是很專系的在打海戰 肥龍這邊有轉出幾隻騎士 不要去對方家裡騷擾了 騎兵騷擾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當然這邊已經看到你的礦區 已經為好資源點了 好肥龍這裡 要抓到這艘戰船了嗎 好聰明一直在後面溜 想要去修一下 等騎士過來想要補個傷害 OKOK 血量拉起來火戰船 直接把裝甲步兵給搞掉了 殘血的船 撫了回來 兩艘殘血的漁船也拿下 肥龍這一波 打得很好 YO這邊也是 火戰船也修了起來 好這邊兩隻肉馬繼續偵查一下 看一下這邊的視野 這邊看到 開TC了 你怎麼偷開TC啊 雖然我也開 好開TC開TC 這邊也開了一個TC 但兩邊都沒有開在牧區 右邊的位置喔 都是開在這個左邊的野區 那左邊這個野區的優點是 有更多的大象可以吃喔 而且有黃金啊 最終是有黃金 非常多喔 好開黃金比較重要 而且這裡有少量的木頭 好這個也是橄欖樹嗎 好刺塊 刺塊木 好殘血親戚兵刀出不去 肥龍這兩刀 都因為移動取消掉攻擊了 好中間兩艘火戰船 繼續女追我怕 好 這邊在等第三艘火戰船出來 回頭一艘 燒掉了殘血的火戰船 火戰船過來又碰到槍片的輸出 槍片補了傷害 這火戰船突然打不贏了 好後面有一隻聰明過來 想要幫忙補血 剩16滴血 不如就回頭 燒掉了吧 好這邊一個戰船高打滴 好後面有聰明在補血 應該是不會被燒掉了 血量一直慢慢往上拉 飛龍這裏還被槍兵戳到了傷害 這個火戰船也要送了 好欠下親戚兵升級 現在補下了3TC 兩邊突然變成有點開農了 好拿下火戰船 好繼續戳 好點掉 哦再點掉 OK拿下這隻村民 現在肥龍 3TC運轉 怪我也是 先免補下了一根城堡 看誰是要走複合弓箭手 走複合弓的話也可以預防 肥龍這邊割的衛隊的出場 這都是不錯的 但是比較意外是 YO居然不是走戰船路線 因為亞美尼亞人戰船的弩炮 戰船可以多一發箭死 如果真的想要打海戰的話 走戰船路線可能會更好 更是需要點下一擊射更二擊射 這個傷害草會優 而且需要升級 走戰船還是有前期的 早期成型的優勢 YO這一波 點下了一擊射 兩個僧侶 撿了兩個聖物 現在原本自帶一個強化教堂的 額外聖物 現在是來到了三個 黃金蝦殘浪非常的優勢 這隻裝甲步兵怎麼再跟大象玩呢 送完之後 就去補這些大象的肉 亞美尼亞點下了二擊射 左邊就去吃大象 先騎兵騷擾上方農田 騎士加肉馬過來騷擾 但是這邊卡得很好 直接守住 符合弓箭手也慢慢的誕生了 第一坨符合弓過來 飛龍繼續走騎兵路線 入侵騎兵兩刀砍死生旅 左邊的肉馬加騎士 被TC給射掉了 騎兵鎧甲還沒有升級二擊的關係 騷擾城鎮中心還是有點難抵抗住 對方的箭矢傷害 這裡復合弓箭手過來巡邏 看到你有一根TC在這裡 馬上過來補城堡 村民過來偷抓一下蓋防村民 這裡有更多的復合弓 越過楚河漢界了 OK 那現在奴炮也點掉了 後方的青騎兵 繼續追殺 回頭一射兩發三發 躲掉 點掉了一隻肉馬 這兩個火戰船還在輸出 正面的部分補下了一個馬舟 現在沒想到哥德仁 直接前置馬舟加工程器製造所 好這個戰鬥技師過來 被青騎兵打下十七滴的傷害 太痛了 青騎兵打這個傷害很好 但是肉馬被招降掉 守住了 現在重點是這裡 這一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補劍塔補不起來 看來是要被蓋起來了 好再繼續補嗎 還是選擇繞幹 往後走往後走 好這裡YO的野馬還在巡邏當中 好等於這個馬就應該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飛龍捕下了手推車 偷車砸一發沒砸到 往前拍 V陣躲掉 這個很好 偷車再回頭拍往後走 拉掉 但是青騎兵來了 還有投石車第二台 這個城堡最後還是被蓋起來了 YO被插這個城堡之後 經濟應該會很差喔 那如果YO這邊也要反制的話 肥龍要反制的話 城堡要插得更後面一點 這裡甚至也沒辦法 甚至這裡還有工程器製造所 要插也只能插這個位置 那現在海域上其實YO是領先的 所以肥龍要來插寶也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YO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城堡蓋好之後 TC直接自爆 不給你射 好投車砸一發沒有換掉 好清洗並補傷害 投車砸一發拉走 被砸到了幾發 這裡要預判嗎 吐了 殘血 投車拿下 OK 富爾沟 極限 守住 好這裡主進的位置 補了一根城堡 但來得及嗎 第二台拖石車 有在按嗎 沒有 YO直接過來補了一根城堡 飛龍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火攻這邊偷射村民 但是城堡即將蓋好 好那飛龍現在沒有繼續轉步兵單位 這一個馬丘也要被拿下了 工程器製造所在出衝車 好左邊這個區域也沒有辦法正常的經營資源 左邊的區域已經被空下來 基本上YO應該就要贏了 飛龍這裡待會會有斷金的可能 但是現在還有主金 應該還可以帶火一陣子 好戰功城堡蓋不起來 各的衛隊出來 直接被復活攻穿甲穿爛 完全擋不住箭矢傷害 好這裡真的要走各的衛隊 真的是要確定耶 好各的衛隊搭配戰毛兵 那可能就能好打一點了 這邊戰毛兵 打復活攻傷害不錯 但復活攻打戰毛兵有加2點的額外傷害的效果 看到這邊喔 欸這裡是對長槍兵加2點 欸 對戰毛兵加2點的傷害 他好像沒有顯示出來 可能是對特定單位造成傷害 他不會寫在這個面板上嗎 好是對槍兵2點嗎 不是對戰毛兵啊 是我記錯了嗎 哈哈 有可能是我記錯了 是對槍兵加2點傷害 他這個槍兵繼承戰毛了 也有可能 這部分我可能會再去查驗一下 好 那現在肥龍這邊點下了一擊一射 地龍時代還有30秒的時間 現在時代升級優勢的亞美尼亞人 開始在喘巨型頭死記了 但是城堡前壓並沒有成功 反而是在右邊地方取得了重大的 建築勝利 這根堡蓋起來 就沒了吧 好 右邊的墓區繼續挖 但右邊的墓區並沒有城堡防守 現在肥龍要擋住 只能靠單位去防了 好 肥龍被插寶 正面的部分 巨型頭死記出來了 但巨頭可能要繞一下 下面這個沒有辦法蓋巨型頭死記 副弓弓過來 抓到大量村民 吐了 肥龍經濟瞬間炸裂 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是出了25隻裝甲步兵 也可以說是25隻的棒棒 前期出的棒棒 比後面出的肉碼還要多隻 前期的槍兵跟棒棒 打得十分精彩 但是終究的亞美尼亞人 還是比較容易克制住後期的哥德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